70. 上海證券報 經濟學家7月11日文章紐交所停時 技術故障已成正常現象 2015年7月13日評論067月8日上51時32分 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暫停了 一時間 故障引來恐慌 儘管美國最大航空公司美聯航在8日早 老家也因電腦故障停飛兩小時 但這並沒有能平息市場的恐慌情緒 人們推測對網絡空間的襲擊正在美國發生 但令人高興的事 很快就查明了故障的原因是出於一個內部失誤 下午3時10分紐交所恢復了交易 一些人耐探商業的計算機化 在引入互聯網前 紐交所的所有交易都只發生在紐交所 但當實行管制自由化及電子交易平台的廣泛應用後 股票交易可在很多地方進行 數量至龐大令人難以想像 據統計 目前在紐交所交易的股票比例已低於14% 像美國所有的證券交易所一樣 紐交所也處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嚴格管理下 一直被要求提高期技術以避免事故發生 未來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很可能會加強這類高階 但紐交所此次故障證明了一個事實 當出現技術故障時 由互聯網聯繫起來的分點市場有利於保護整體股市 因為多交易場所的機制已分散了風險 今天 技術故障已成為一種正常現象 此前已發生過多例 如2012年 美國最大的造市商之一 騎士資本就因一個技術缺陷而導致大規模的無意識股票交易 近乎造成公司破產 美國第二大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也曾突然發生技術故障 導致2,000多隻上市公司股票暫停交易約3小時 去年 世界最大的期貨市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也曾短暫停止運轉 何嚴言偏逆